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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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介绍了在船上可以欣赏到的风光 记得这船游轮叫什么名字吗 很简单 它就叫日食号 跟我们日食出来的感觉一样 你就只要讲日食号 全世界只有它而已 绝无仅有的 目前已经在打造当中 预定是在8月31日 2018年8月31日下水 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团在2019年要去南极3月1日出发22天 待会节目一开始会有一分钟的短片 好我们先来再继续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再看这一艘很八百的船 就是非常棒的 现在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室内的饮食 有六种餐厅选项 对 好这是最高级的房间可以看极光 它这样子的房间就有三间 还有潜水艇 你想想看您跟鲸鱼的奇遇 然后您到北极的时候看到北极熊 然后直升鸡带您可以深入到内陆去看一下我们的帝王企鹅 还有它本身就是为了安全而打造 为了舒适而打造的一个船体 然后加强了50%的平衡力 还有不下毛的 所以你也不会听到Kinning Kongong的声音 也是非常符合环保的 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美景日识号 是美景日识号 对 其实上周我们已经知道一下它的情况了 真的这周在看觉得 还是那么吸引人是吗 是啊我刚刚开始看到Jeffrey跟我讲说 Jeffrey你看一下 Evelyn你看一下这艘船好特别 那我们一看的时候 其实是它刚刚才公布的时候 对它只是签约准备要做这艘船而已 然后它行程一出来一开始 我相信我们两个应该是前面一两个 以乘客的身份去定的乘客 我们真的是以乘客的名义去定的 为了抢先 所以大家从照片都可以看到最大的卖点 就是配配直升机 是 我们现在已经来南极了 南极真的好美 它跟北极有不一样的风味 大家先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段南极的影片 从高空往下看 现在大家看到的企鹅呢 是它们当时候拍摄的 哇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景点 帝王企鹅 帝王企鹅 当您坐直升机到下面到海底去的时候 你也会看到成群的企鹅在那边密室 这个就是启发说 日十号要配备直升机的一个动机 所以当你要去内地看帝王企鹅 你就一定要有直升机 对 刚刚我们说日十号的这个配备各方面都特别的好 所以它对那些相关的服务工作也很好 比如说医生啊科技方面 对 他们还有医院 小小的医院 好这就是我们要推的南极半岛跟乔治亚的行程 是的 因为船还没温室 所以我们已经把它的奢华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有没有其他的船会进来 没船 OK 我们就在这边好好的畅游 我们不是说过这艘船其实是可以载到228人 是 但是极地行程只载到200人 不到200人 剩下那些二十几个人 全部都是留给科技人员的 对 他在船上会主持一个演讲 专业的演讲讲座 所以这是极地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对 所以这样的旅游感觉还能丰富很多这个知识方面的东西 是 尤其是我们的朋友 如果他觉得说他们说英文我们有点辛苦 我想这时候就是我跟Jeffrey发挥我们最大功能的地方 我们也会去 我们也会去 是的 上个礼拜我们说在船上欣赏风光 现在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带大家去南极探险 接下来就是做这个橡皮汽艇去探险 这就是我们当时候2012年的情况 你看那个大冰山 这个是一个大冰山 然后我们的小船就可以趋近到那么近 对 完全是近距离的观赏 对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坐个几千人的大游轮 是绝对不能那么靠近冰山的 是 所以你是用望远镜才看到这些冰山 而且冰山里面的变化真的很大 现在你看得到的 它这个跟旁边小冰山有点落差 实际上就在我们要出发之前 它才刚崩下来而已 现在我们要上船了 刚刚我们是远看别人的船 现在我们自己上了这个橡皮汽艇了 所以你想想看这些浮兵 千百万年的浮兵就在你身旁 对 而且画面也能感觉到在这个海上浮浮沉沉飘飘到那种感觉 但是你看其实是很平稳的 非常平稳 我记得其实船尤其去南极的探险船 越高级它越是在这些气象仪 这些科学仪器上面非常的下功夫 我记得当时候我们都是早在一个风暴之前 后面有个风暴跟着我们走 但我们永远没有碰到它 就因为我们知道它在后面 我们就可以多出了五个小时 我们就在这边玩 在冰山里面穿船 所以这个也是随时要关注 对 气象方面的预报 对 船公司他们自己本身都会清楚 对 我们都会选择风和日历的时候 到达我们要到的地方 我还记得那时候船长还有宣布 他就说另外一艘科研船所载的五十个乘客 他们就在南极大陆那附近 还赶快打电报过来问说 你们那边有没有事啊 我们这边有风暴 所以你看到每一座冰山都有不同的造型 这就是我们大自然的工程师的雕塑 现在大家看到是现在目前用的灯岸小艇 橡皮电动快艇 但是如果还记得我们刚刚的那个影片的话 就会知道它的是特别的 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蓝冰 你看到这颜色是非常不一样 对 这是为什么呢 蓝冰是在那个雪层比较底层的地方 它的气泡都被挤压掉了 所以你看到蓝冰的时候 它已经有很长的年纪了 起码几百万年以上 而且在那地方各种光线的反射 可能出来的效果也都很不一样 好漂亮喔 那时候经过的时候好漂亮 你看下半部就是由波浪切割出来的 这都是在那存在了很久很久的 对 但是现在都消失了 所以是瞬息万变的 所以得赶紧去是吗 对 真的赶紧去 所以你看这个蓝冰 你看这个蓝冰 你被水穿拾成这样里面的蓝冰 这个好像恐龙喔 藏颈龙喔 好 现在我们要登陆了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登岸的地方 其实就是企鹅聚集的地方 企鹅也是在这个地方登岸的 我们在海上呢 你看我们那个汽艇过去 你就会看到 水面上怎么会有一只一只跳起来的小鸭子 实际上就是企鹅满肚子的鱼喔 现在看到进来的 举的手的那就是我啦 Say Hi 看不出来的 每个人都包得蜜蜜的地点 这是我们第一次上岸喔 所以这就叫探险游轮 是 它没有固定的行车 它没有固定停波上下船的地方 全部要因时因地来改变的 对 而且感觉在这个路途当中 有很多不期而遇的一些美丽的东西 会好玩的事 是的 非常棒的 还有我们登陆的地方 也不见得只有刚刚那里 这就是我们在冰上 这其实这只企鹅也才当登陆而已 你看 这是一块冰山上面 这个企鹅呢 它很好奇地看着我们 对 它看人类在做什么 对 没错 然后你看到那工作人员呢 就把这个当作我们上岸的地点了 因为他发觉 这实在是很踏实 最安全 最平稳 安全措施都做得好 你看到没有它绳子都拉好 行走的路线都标示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走冰城的过程中 常常有些冰风 我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他们要自己先走过 确定没有问题 乘客才跟上来 这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人来代理的 对 而且他们因为有经验 他知道说这边可以登岸 如果说一般没有经验的探险团队的话 他一看到登岸的地方冰冻了 他可能就不上岸了 那就好可惜了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阿德利契尔非常好奇 非常有趣 待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画面 逗得我们的乘客都在大笑 是的 我们来看他在干嘛 他好开心 就像家里的宠物 看到客人 人来风 看一下 好开心 是的 所以我就说快乐的企业跟快乐的乘客 所以你没有想到他跟你真的就是这么近的距离 真的不看都是在旁边 就在旁边 他还会过来打量你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站在那边还在整理服装 他还跑过来 然后抬头这样看着你 然后就 你是谁 我叫什么 想要跟人类交流 是是是 就是像这样子的感觉 真的是好可爱 所以这个极力的探险呢 常常有出你意外的收获 这是另外一个上岸的地方 所以上岸的地方真的是要由我们探险人员事先去探勘 他觉得适合安全才让乘客上去 这已经是傍晚九点半了 晚上九点半的时候了 其实我觉得看这个南极的旅游让人觉得不单单是去一个地方玩 而是实现你一生要做的一件事情的梦想 没错 真的真的 而且你就可以告诉自己我真的来过了 对 那我们进入广告 待会儿我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南极之旅 是 待会儿见见 欢迎回到我们邮轮旅游最正点 对 那我们继续我们的南极之旅 好的 我的心还在南极 对 刚刚广告时间我们还在讨论这个南极旅游看企鹅是怎么玩的过程 是的 是的 真的是很向往的地方 尤其是看到那些动物 尤其是你去到那边 其实我们的邮轮 邮轮上面也会有这些历史学家来告诉你这些南极的一些探刊的一些探险历史 是非常令人就是动容的 是的 所以如果有朋友是刚刚打开电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话 我们和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今天正点旅游的Avelyn和Gifery给我们介绍到的是这个美景日10号 是 他们还在打造之中 所以他们不管是上岸或者是下水都是集体行动 他们绝对不会一直跑过去以免落单 所以现在就是他们准备要下水 他们真的很利落 动作好利落 就靠那翅膀在平衡 然后脚就这样跑上跑下 看起来是憨态可居笨笨的 其实他们做这个工作还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而且还跑起来特快 对是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就聚集了这大量的企鹅 而且是不是南极这些企鹅的品种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非常多种的 将近有20种的企鹅 这是阿德利企鹅比较靠近南极大陆 比较能够适应非常极冷的天气 所以他们在下水之前 他们都会一样是会看看环境 所以第一只带头下去以后 其他的就可以放胆的跟得下去 但是只要他中间没有一气呵成有落单 那就要重新开始等下一波的 就要等下一批一起进入 是的 这有点跟我们在南岛看到那个小兰契儿 他们的习性是很像的 对对对 所以他们是集体行动的 但是那个比较小 而且那个又只能晚上回家才能看到天黑的 像这个南极的这个天气状况 其实都是亮堂堂的 对对对 然后这是我们橡皮铁要离开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离开的地方旁边有一大群企鹅 这是人生最难忘的回忆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段更有趣的画面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企鹅是怎么上来的 他在海上你看满肚子的鱼 刚吃完了捕获满肚子的食物要回来 喂他的小企鹅 然后等一下的影片里面大家要看清楚了 因为他们小企鹅为了要求存 他们也要追着妈妈跑要死我 你看这么高的高度他就可以跳上来 他们就是直接一跳就上来 一跳就要跳这么高 是的 哇跳上去了 刚刚前面那一张是他跳不成功被打下去 这一张他就上来了 原来企鹅才是这个跳高增加的 是的 这就是小企鹅 小企鹅追着妈妈跑 他一定要要食物 一般的企鹅他会生两个蛋 然后呢求存呢 求生存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们一定要追着妈妈跑 对 两个蛋里面呢 会有一只小企鹅呢 因为营养不良 食物不够呢 而死亡 通常就只有一只能幸存下来 所以通常就是那个黏着妈妈 黏着爸爸最紧的 画面中这只企鹅 你看他如何去缠着他妈妈 然后你看他这个企鹅呢 他正在退毛 所以刚出来的那个除毛呢 是毛茸茸的 之后呢才会变成这一种 好像是我们燕尾符的 光滑的那个光滑 对这个才是防水的 之前毛茸茸的 不防水的 所以那之前他是不会下水的 真的好有意思啊 好了 就算喂给他还不够 继续追 大家注意一下 接下来的片段是 真的是我们 我们巧遇 追错人了 追错人 你们看到小企鹅已经追错妈妈 就妈妈在那边叫他回来 很可爱 企鹅之间是怎么去辨认对方的呢 他们主要是靠叫声的 所以的确长得都一样 看不出来 这个就是更年轻的企鹅 动作更迟钝 毛呢都还是毛茸茸的 所以他们颜色也不是那种 特别黑的颜色 对 除毛就是这样子 而且他们的体型都比 胖嘟嘟的 成犬 成鸟都还要来大 因为长成成人的这种企鹅 它是可以游水 是不是 是的 所以就变成细长一点的感觉了 那个毛呢也是防水的 之前的毛呢就是保暖 但只能在陆地上 所以你看看都是这些 小企鹅追着爸妈跑的景致 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乘客 我们的乘客在上面 看到这些景象 真的好感动也好开心 对 因为平时就算是去这个动物园 或什么地方 看到企鹅 没有办法看那么多大量 那么多种类 而且还有那么近距离的 无拘无束的观察 是是 还有他野生的生活习性 就直接就在你眼前 就在你旁边 对 所以我非常鼓励 这些就是 我们说旅游是把握在当下 对 随着你的体力状况 随着大自然的环境 你尽可能能去的时候 就赶快去 还有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去的 非常有教育意味的 对 我们也目标 要帮我们家小朋友给带去 好 现在画面上大家出现 就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我的心遗留在爱琴海的Santorini 这艘船 接下来的行程也会到这里 对 那这里呢 其实不是只有这岸上的风光而已 还有地下 海下呢 有很多以前沉船的一些遗迹在 所以他们也可以带大家 搭着潜水艇下去看 对 所以说是同一艘船的 另外一个航行的线 对 没错 好 所以这探险游轮 不是只是去南北极的 全世界大部分水域它都可以到达 对 现在我们介绍的是 它在这个意大利圣吐里尼这边 对 好的 好 接下来就是它到我们的 我们是从伊斯坦布尔开始的 好 这个也很精彩的 是的 这个就是配配直升机的好处了 这是直布罗托海峡 来到他们最古老的一个遗迹 罗马遗迹 我们去过好几次了 这个地方每次去每次都觉得好感动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Santorini 爱琴海 这我们上去过 坐驢子上去过 坐缆车下来过 也用走走过 也搭建设过 这也很美 这是科罗埃西亚的杜布罗弗尼克 世界上公认最美丽的城堡 这是威尼斯 我魂牵梦系的地方去过好几次 还是好想回去 现在大船已经不能进威尼斯了 只有小船才可以进去 接下来是更壮观的 有如死歌般的 史诗般的壮丽 这就是来到我们北欧的罗浮敦岛 是位在挪威 我朋友最近才刚去去 那边看了好多吉光好开心 这是北极的行程 这是挪威霞湾 这就是直升机要出来 然后潜水顶也要出洞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很壮观 那这就是挪威一直往北极去了 北极熊出现了 我们上次去 北极熊就在我们的船的旁边 一块冰山就这么近 北极熊都很庞大的 很庞大的 对 这边的冰山 这是北极的冰山 你会感觉不一样 来到北极一定要看北极光 是 所以说这艘游轮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有三种不同的线路 和大家介绍了 是 除了我们知道19年的三月会 又是推出第一条 这个去南极 然后之后还有这个地中海 对 然后北极 还有我们现在已经有人要报名 2020年的北极 可是行程还没出来 那我们已经在累积名单了 我们也会第一个去报 是 好 接下来看的这片图片 就是我们当时候上了南极 里面那个图片 此起的人是我 摄影者是Jeffrey 所以你当时去过 现在你们在海打山的19年 再去一次 再去一次 看来这是有魅力的地方 在呼唤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号召志同道合的 跟我们一起去探险南极 而且是做了这么一艘超豪华 超时尚的一艘探险游轮 而且上面还有WiFi 你也不用担心上网的问题 它是用卫星让你上网 上网是完全含在你的船费里面 酒水全部含在你的船费里面 当你拍到起来 你还可以同步跟你的亲友分享 看吧 现在就在我眼前 你知道我有朋友 他们去坐邮轮出去 后来回来就是 只能某一天有WiFi的情况下 出很多的片子 因为平时是没有的 这个我们就当下时时刻刻可以发 因为我们知道去极地的地方 非常难上网 所以它是含了无线上网 真的是非常棒 所以你上班也可以去南极上班 随时可以联络全世界 是的 是的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到了南极 就与世隔绝了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跟亲友 随时保持联络的 没错 而且是当下的感动 赶快跟亲友分享 对 有时候可能过了那段时间 就不知道它在发它的那种冲动 就过去了 对 生活是在当下的 感受就是那个moment的瞬间 是的 所以如果对正典旅游组织的 2019年3月南极行程有兴趣的话 欢迎早点跟我们联络 是的 我们要去抢房间 那是不是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了 说再见的时间 是的 我感觉每一周的时间都特别的快 那么本周的时间里 和大家介绍到的这个 美景日10号走的这些线路 我觉得无论是很近的 2019的这个南极 还是之后的 意大利地中海地区 还是北极旅游 应该说都有着自己 非常独特的地方 没错 如果你期待河伦的话 下个礼拜 跟着我们一起去走 欧洲和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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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已经参与我们的